那么讲完Button组件呢 我们再来一起看看CheckBox多选组件 CheckBox多选组件呢 我们是需要结合CheckBoxGroup一起来使用 因为通过CheckBoxGroup的里面的BandChange事件呢 我们可以拿到我们所发生改变的一个多选框的值 我们看到CheckBox组件呢 它提供了四种属性 第一种属性呢是Value属性 那么Value就代表我们CheckBox 也就是我们多选框的一个唯一标识 当我们在触发CheckBoxGroup的一个BandChange事件呢 它会把我们所定义的这个属性值 通过参数来传递给我们的事件回调函数 那么第二种属性Decibled 它是可以让我们多选框来达到一个禁用的状态 第三个属性值Checked呢 它表示我们当前的这个多选框是否选中 那么第四个Color属性呢 它可以去设置我们多选框它的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来看一下CheckBox它的使用 在编辑器的左侧呢 我们可以看到CheckBox.vxml文件内 首先我们在上方定义了三个CheckBox组件 那么这三个CheckBox组件呢 分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左侧小程序模拟器上它的一个页面上 第一个是选中 第二个是未选中 以及第三个禁用 那么第一个CheckBox呢 我们是设置它了一个check的等于处 也就是默认是选中的一个状态 那么第二个CheckBox呢 我们是没有给它设置默认选中的一个状态 在第三个CheckBox呢 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Decibled属性为处 也就是禁用了这个CheckBox的组件 但是我们发现CheckBox组件呢 它并没有嵌套在CheckBox group里面 也就是说在这里CheckBox 它的状态在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们是拿不到它改变的这个状态值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面的一个CheckBox group组件里面呢 我们是通过一个列表渲染 将我们在CheckBox.js文件内的Data对象里面 定义了一个Atoms的数组 把这个Atoms数组给渲染了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Atoms数组里面呢 有两个字段 一个是Value 表示了CheckBox它的一个唯一标识 那么Name呢 是展示给用户看的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通过CheckBox group 绑定了一个BindChange的事件 回调 事件回调名呢 叫CheckBoxChange 在右侧的CheckBox.js文件里面呢 我们是在这个CheckBoxChange事件回调里 做了一些事情 这个事件回调里面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在点击这个列表里面的CheckBox的时候 它会把我们的这个状态 实时同步到一个Atoms数组里面去 比如我们在左侧可以看到 事件回调的时候 它传给我们的一个事件对象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我点击了美国之后 它所携带的一个事件对象的一个Detail的值 这里我们是直接打印说它的Detail值 这里我们改一下 直接打印它的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在点击美国的时候 可以发现 那么它的Detail里面 属性里面是返回给我们当前已经选中的一个Value值 这里我们在取消构选中国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值的变化 取消构选美国呢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Detail里面的Value值是一个空数组了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选中任何的Checkbox它的选项 那么这个呢就是Checkbox它一个简单的用法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